在东北 这把串只要10块钱 饿了 出来吃个宵夜 深夜 深夜 这些串是26串 一共是10块钱 看 特别多 特别多 圣经人人 老瓜宝店 然后这边有个小摊 烧烤小摊 这把串也是我的 这个大串一块三个年 我又要了一碗面打包 这张面才能吃 这家我馋的劈啦啪啦的 真累啊 东西上齐了 凌晨录点这个小烧烤可太毙了 先来点肉紧 我把我扎堆里边 我一碗面去 我一碗面去 嗯 挺好吃 今夜小烧烤谁吃谁得劲 我一碗面去 10块钱26串的鸡心 挺好吃 再来点别的啊 这些串 这家主要就是肉筋好吃 我没事就跑过来干一顿 这大肉面的肉呢 就看着这一块 底下还有 兄弟们 这么大串你能吃多少个 酥酥脆脆啊 嗯 沈阳凌晨的街头人还是很多的 哎呀 这块钱啊 26串鸡心 这个 反正不到100个吧 应该 3个 60 然后26 刚才算了一下 70多个鸡心 不到80个 45度100 还点了鸡架 沈阳的特色 生烤的鸡架 这碗好吃 喷的那个糖醋的啊 原本吧 他们用胶子 后来说胶子可能对身体不太好 然后就改成用碳了 这个味儿很好啊 有种吃锅包肉的感觉 继续我们来 来这个吧 差不多了兄弟们 到晚上的就这点东西吧 别多吃了 这个叫鸡皮 软软的 这个油香味 这个鸡皮就长这样 嘎嘎好吃 沈阳这把烧烤必备了 沈阳的吧 有这个独特的 像面跟鸡架子的文化 据说是1950年 抗美援朝 当时呢 沈阳是全国唯一一个禽类屠宰厂 然后呢给这个空军呢 提供营养 就把什么鸡肉啊鸡腿啊 都给这个 抗美援朝的战士了 然后当时吧 就剩了很多鸡架 它扔了就浪费嘛 由当时的五三乡政府 都开了这么一个饭店 主要是卖腔面馒头 大碗啤酒和鸡架 也就是说 沈阳这边吃鸡架 是有这个 历史方面的原因 来沈阳啊 你就必须来这碗大肉面啊 掉了 主打一个幸福满满 快吃了 再见吧兄弟们 我这个就慢慢吃了 这鸡心呢 就剩了 应该也都能吃完 北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 名字跟地址啊 有时间我会去拍的 日根博主 放心关注啊 10块钱26个肉串啊 但这个是鸡心啊 人家那边得多少钱